OK,so我们开始 所以我开一个HashM1 file 这个就不需要讲了啦 HashM1 我save起来了,我叫做project So before that,我先create我的css 我attach我的css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你们可以自己create啦 所以我这个叫做project OK So我暂时把这个 Banner跟Logo delete掉了,我们重新来过了 So我有一个css了,里面还 还没有 Ruse 我还没有create任何的class 所以从project这边,我们先create最最底的那个地方,所以最底的就是我的Banner 这个黑色的这一块 所以我先量,大概量一量,因为size我们等一下还可以改 OK So高度 484 所以 所以 我create那一个格子 之前 我们去insert insert insert这一边有个DIV,确定 我们的是用Live OK,因为Design和Live insert DMV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效果出来 在我还没有开始做之前,确定我选的这个browser size 是1366 OK So这个scroll bar才会出来 很快啊 for我们电脑比较小的 1920的话就不担心 因为你们的视频很快 OK So我先create一个 DIV 确定我select的是Live DIV SoDIV就是这个格子来 然后 你也可以先create了css 再createDIV 都可以 都可以 看你们自己的习惯 OK create好了过后我就create我自己的css 我的class So 我叫我的class 这个叫banner OK 全面再一个点 宽度 因为我在不同的电脑的size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宽度 就是100% 然后 所以我就放100% 所以要跟着我的药幕 的大小好 高度 刚才我们大概很凉了 484 OK 484pixel 然后背景我们就放一个黑色好 背景放一个黑色 所以宽度100% 所以宽度100% 高度484% background black 你们可以活用这个东西啊 因为class里面有很多设定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用show set 所以可以看完你所有的设定 然后你要改的话很容易改 就用拿来拉去拿来拉去 所以banner我只要三个设定罢了 一个是宽度 一个是高度 一个是黑色 这样 这样子 等一下 OK 既然class好了过后 我就告诉我这个div这个格子 class是谁 所以这边有一个加 你们按加的时候要小心啊 这边确定显示的是div 你这边看不到 你就来这边看 你看它有body 有div 有时候你不小心你按到 你选到的是body 看到吗 so你要啊 你看我按这边 有时候跑出body的啊 看啊 有时候跑出body的 所以昨天就是有同学 不小心 你以为你选择到这个格子 但这个格子告诉你它是body 就错了 你要按like 所以确定跑出来的是div OK sobody是不可以说setting的啊 加 按一个点 然后呢 所以我们的黑色出来了 然后是不是100% 你就看你的scrollbar拉到完 是不是到尾 是 OK 记得吗 怎么了 有几个方法 一 你就click那个摆遍的地方 然后就来property了 或者你clickbody都可以 OK OK 先去design mode 所以我随便click一个地方 property 这边有个patch property 所以我们的 界面 我们的patch 有自己的 budge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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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个给离掉了 还是一定要有改变啊,我回去live ok 我选择project.css 我自己开了一个4B 因为通常左右上下我都不会留一个白天的 而且是每一面我都不会留 所以这个就可以用body来控制了 body是控制所有的月数了 你有十面,十面都应该是这样 所以body怎么用 只要你有十面,十面都是一样的设定 你可以用body来做设定 但你如果有十面,九面一样 但是有一面不一样的话,可以用body? 不可以 因为body会控制完所有的东西的 so 我选一个body 然后我去margin 全部放0了 ok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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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我在google chrome preview 没有白电了 ok ok 好了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 logo ok 我大概唯一为我的logo的size 宽度248x106 select我这个格子 insert ok 这次我到缓座 我不要先insert 我先create我的格子 所以我的格子是 先大概算了 等下我们再调过没关系的 232108 create.logo enter with pixel 232 pixel 108 enter flute flute left 我的logo是在左边 所以我告诉他往左边拍 ok flute left 所以总共有三个设定 ok 再做多一个设定 我放一个 background color so 接下来我知道我的logo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换一个灰色 所以我换一个灰色 所以我做了四个设定 一个是flute left 108 高度 232 宽度 颜色 灰色 ok 好了过后我选这个div 有几种方式可以选div 因为现在这个格子蛮大的 所以你还容易 很容易选 click 然后确定我这边显示的是div banner 或者在这边看 如果我选到body 它是这样的 我选到div 它是这样的 ok 这是一个方法 我选logo后 去insert insert一个div 因为我要放logo before 是不是要放在前面 不是 是不是要放在它的后面 也不是 之前或之后的意思了 是不是要包着这个banner 也不是 所以我要被这个banner 包着 也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logo 放在这个banner里面 就是nest 对 所以nest 我一按了nest 过后 这个格子 依然还出来了 然后就赶快 把我的class 放进去里面 logo go so我的logo出来了 right 我颜色是几个 ok 我们preview一下 我们的logo现在是贴到很边了 对不对 贴到很边了 so我现在要移动 把它移到右边一点 然后上面要有一些空间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去 logo 然后 我去用margin 收margin的 左边 推一推 上面 推一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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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做四张图 ok so这四张图 我为了要把这四张图 放去中间了 它的位置是在中间了 positions 所以我必须要别多一个大的格子 ok 这样的意思 我需要多一个格子 大个的格子 包着四张图 包着四个格子 然后告诉他们说 你们移动去中间 所以左边和右边是对称 ok 所以这种格子我们叫做隐形的格子 它没有什么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 做layout的功能 它不是要拿来打字 它也不是要拿来放图片 它主要是要移动位置 ok 所以像这样子的隐形的功能 我通常会叫做wrap wrap的意思就是包 包的意思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格子应该是在包着什么东西 ok 你们可以自己去命你们的名字 但一个网站 可能有很多的wrap 可能 ok so我先create一个wrap 我create一个wrap .wrap wrap的谁 可能我叫做wrap for picture ok ok好了过后这个wrap 我要做怎样的设定 首先我做宽度的设定 所以我假设不准的 我们只大概975 975左右 可以把我这四张图都放进去里面 对不对 它的宽度 高度我反而不担心 所以 with 975 hi 我可以放auto 因为auto的意思是 等下里面有四张图的话 四张图的高度是多少 这一个wrap就会 被它推 下去 所以高度通常 可以不用放 放 因为里面有风隙它就会出来 但是如果你要看到这个wrap在哪里 如果没有放高度的话 你在露眼看不到 所以 我们可以暂时给它一个高度 然后到后面以后你们收了的话 我觉得你们不需要 这个 这个 你们不需要去看到格子了 因为现在你们还很初级所以你们要去看格子 OK 所以我大概放一个500左右 高度 给它一个颜色 所以你们等一下知道你的格子在哪里 我放一个红色 我要放在这个 这个格子 应该是在 黑色的这个banner 下面 对不对 所以 我选择这个banner 确定我选择的是banner Insert DIV 下面 所以这是我选择after了 after 然后 在下面这边有一个蓝色的这个 add wrap for picture 你就会看到你的红色出来了 对吗 红色 好了过后我们save起来 F12 preview save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红色 现在偏左了 来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格子通常都是 偏左 然后往下拍的 所以它现在往下拍了 又偏左了 所以这是default的设定啊 但是我这个格子是要包着那4张图 把它带去中间的 所以 怎样adjust它去中间 去 margin 告诉它说 告诉它说 左边 auto 右边 auto save 起来 review 跑去中间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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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把这4张图片丢进这个红色里面 所以这个图片的 宽度 是 23x102 ok 23x102 所以我先 create css create css do small feature 宽度 23x102 1 2 对吗 102 没关系这个过后还是不准的 我们还是要改掉的 23x102 然后它就是往左边排 如果是的话这个叫做 position的设定了 flute left ok flute left 然后select红色 select这个红色 去insert div before after red 还是next 被红色包着对不对 所以 就是next ok next了过后 选谁 class small small picture 然后我们在这个small picture这个背景 我们先暂时放一个颜色给它 ok 认识 我们来preview看一看 格子在里面了 来 目前只有一个 我们需要四个 这样了 所以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去 quad里面 div class small picture so我select这个div 你会发现到它这边有没有 highlight 就告诉我说这整个格子画完是到这一边 对不对 这是开 这是关 所以slash 代表关 对不对 OK 把这个整个格子 opty起来 OK 啊 full hold enter paste so我第二个格子出来了 出来了 两个格子 这是第一个方法 OK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去 我们用dome dome OK dome我就不用去看quote了 dome如果你会看 谁被谁包或者谁包谁 就会看这个楼梯就对了 banner包着logo所以logo在里面 banner在外面 rack包着四张图片目前只有两张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来这个地方 按加 放在哪里 这边也是一样可以放的你看 before after rack insert child的意思就是被人家包 所以这边 也是一样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要多一张图片 在后面 就是after 然后他是div 对 然后这个 是什么 你可以 自己打 small 然后出来了 picture 的 第三个格子出来了 然后再加 after 然后打 dot small picture 第四个格子 出来了 然后我们preview一下 所以这边有四个格子 所以有四段话 代表四个格子 唯一还没有做的是 格子和格子之间的空间 来 来 OK来 继续 所以这四个格子都是用small picture 来控制的 所以我一按small picture你会发现到它highlight四个格 来 所以我在 一个格告诉他说 右边要有空间 所以就是 margin 右边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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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推完了过后我们发现到 第四个格子掉下来了 我们可以去preview来确定一下啊 第四个格子掉下来了 为什么掉下来 因为我刚才量的时候 是 完整的 975 对不对 所以 这一张格子 它的总数是 变成了 242 因为我加了空间进去 所以第1个格子 240 第2个格子 240 第3个格子 242 第4个格子 它也会同时加这个空间 但是我刚才量我的wrap 我既然是从这边量到 这一边 我不是量到这一边 所以位置一不够 就掉下来了 所以怎么样的解决 一样的 有好几种方法 可以解决 OK 因为这边多了一个margin出来 对不对 所以 我可以 我可以 create多一个格子 告诉它 不要margin 然后 或者我create多一个class 叫这个margin不见掉 所以我先create一个class no margin 然后 我把margin 变成 0 右边的margin 变成0 然后 这个图一样依然还是用着small picture 昨天我的教法是 我不要用small picture 对不对 我开多一个 然后把 margin拿掉 这个的做法是 我还是用了small picture 但是我开多一个no margin 来控制 单单这个最后一个格罢了 看到这边还可以加吗 一个格子原来可以放很多class的 或者是id 所以我加多一个class 进去 告诉它说 只有这个格 不需要margin 所以 no margin OK So我的情况它还不会上去是因为我的这个 wrap 不够啊 So 拉好 OK f10 所以这边的格子看到吗 是这么大的 这边的格子基本上是没有掉了 不然的话 它应该会掉下去 所以我可以再把我的red 稍微缩小多一点点 弄准一点 OK 开始了 呀 OK 最后 最后 最后我们要做 这个四张图片 是在我的banner上面 对不对 盖在上面 所以 我可以 选择我的wrap OK OK 有几种做法 我也可以直接在 margin这边 我放减 它就上 不是 我先把 红色 我的red 红色 拿掉 所以你才会看到我的黑色 所以我可以告诉我这个red 我可以不要去管我的position 我直接用margin来设定 因为我的margin现在目前是零 对吗 所以零的话是平行线 因为零点在哪里 零点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要他上去一点点的话 我可以直接用margin 对上 f12 上去 上去 这个是另外一种 走